之前曾经谈过西汉时期 丞相府的建筑布局问题 综合来看相关的信息 丞相府从外到内 应该是分为三层结构 而最里面的一块区域就是阁 这里是丞相个人的家 而之所以做这个判断 一个重要的依据 就是发生在汉宣帝时期的 京兆尹突击丞相府事件 或者说兆广汉催辱丞相事件 本期咱们就来说说这个事情 首先来看一下赵广汉本人的情况 赵广汉自子都 他是现在的河北保定人 年轻的时候在周郡两级都干过 也在地方经济部门里当过凭准令 再后来又陆续升任了京府都尉和代理京兆尹 在参与霍光废处昌义王事件之后 赵广汉被刺绝为官内侯 同时转任尹川太守 在担任尹川太守的时候 赵广汉积极地打击当地豪强大族势力 而且把郡内各方面 那也都管理得非常好 以至于连匈奴人都听说了他的事迹 所谓一切治理 威名留文 即匈奴降者言 匈奴中接吻广汉 就这么干了大约两年 到汉宣帝本使二年 汉朝动员军队从五个方向对匈奴发动进攻 赵广汉就以太守的身份 带着尹川郡的部队 跟着赵冲国参与了对西域方向的作战 之后他就被重新任命为代理京兆尹 过了一年又成为了正式的京兆尹 赵广汉的主要事迹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京兆尹的职位上 赵广汉一直干到后来霍光去世 这段时间里 他在工作上主要表现出了这么几个特点 一 赵广汉发自内心的 以温和坦诚的态度 对待世人和下属官吏 所谓发育制成 所以大家呢 也都对他坦诚相待 下属官吏呢 有什么情况都会毫无保留的告诉他 因此赵广汉呢就能根据每个人的特点 给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 而且如果有什么事情呢 办成了 赵广汉呢还常常把功劳推给下属官吏 说啊这不是我的功劳 而是那谁是谁的 所谓是推功善归之于下 曰某愿轻所为非两千旦所及 而结果就是啊 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干 二工作能力特别强 能对各方面的情况做到完全掌握 由于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干 因此啊 他的工作方法就能有效的展开 比如勾矩 所谓勾矩啊 大体上就是 当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 赵广汉先不直接接触事情本身 或者呢事情中的人 而是用迂回的方式 先搜集其他方面的信息 一步一步逼近事情或者人的本来面貌 然后在充分掌握信息的情况下 再对事情或者当事人进行最后一击 由于赵广汉呢在工作中 总是能一下子抓住问题的关键点 所以大家也就越来越不敢对他有所隐瞒 而工作也就进行的更加顺利 而无论什么问题他都能顺利解决 最后就连 但汉书也忍不住评价他是广汉为人强力 天性精于励志 3 对政治局势比较敏锐 能抓住机会 由于下属惯例呢 都团结在他的周围 同时啊 包括长安在内的整个经兆尹 各种情况呢 也都能掌握 所以他对政局的变化就比较敏感 能抓住 甚至创造机会 比如在霍光死了之后 赵广汉呢 就察觉到呀 汉宣帝对霍氏家族的态度在起变化 所以他就以搜查非法屠宰窝点 和非法制寿酒类窝点的名义 亲自带人突袭了霍家 最后他不仅抓走了相关人员 还捣毁了各种设备 就连霍家的门栓也都给砍了 当时的皇后就是霍光的女儿 他听说了这个事情之后 就跑去哭着跟汉宣帝告状 汉宣帝呢 表面上就斥责了赵广汉 但是对于赵广汉干的事情 汉宣帝心里头那是赞成的 而有了这次成功的案例之后 赵广汉就把矛头指向了贵旗大臣 所谓广汉犹侵犯贵旗大臣 不久之后 他就和丞相魏相发生了矛盾 赵广汉有一个门客 在长安城里非法售卖酒类 然后就被丞相府的官吏给撵走了 这个门客不知道是基于什么原因 就认为是一个叫苏贤的人 向丞相府举报了自己 他就把这个事情呢 跟赵广汉说了 赵广汉呢 就让长安县的县城 去调查一下这个苏贤 然后具体负责调查工作的 魏使雨 就直接了当的给苏贤安了一个罚军兴的罪名 按照法律规定啊 这个罪名最高那是可以判死刑的 在魏使雨把案件上报的同时 苏贤的父亲 他也向上进行申诉 还同时把赵广汉也给举报了 汉宣帝就把这个案件交给有司去处理 这个有司啊 可能是庭位 也可能是御使机关 处理的结果是 苏贤无罪释放 魏使雨被腰斩 赵广汉本人呢 也被降了一级 但是保住了经兆尹的职务 这算是他自从进入政府单位工作以来啊 所遭受的第一个重大挫折 作为对这个挫折的反思 赵广汉认为 事情最后之所以会牵连到自己这里 是因为一个叫荣畜的老乡 在背后指使了苏贤的父亲 至于为什么赵广汉会这么认为 他和荣畜这个老乡之间又是个什么关系 汉书都没有说 不过结果呢是明确的 赵广汉最后找了一个理由 就把这个荣畜给杀了 荣畜啊死了之后 又有人把这个事情给举报了 这一次汉宣帝明确的 让丞相府和御史机关来负责处理这个案件 而赵广汉的应对呢是这样的 丞相府的外门警卫工作 是由长安县派出的县卒来负责的 赵广汉呢就利用这个便利 安排人给丞相府当警卫 趁机打听丞相家里违法乱纪的事情 到递节三年的七月 丞相府里的一个婢女在犯错之后 就自己上吊自杀了 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赵广汉就认为 这应该是丞相的夫人 因为嫉妒而私自杀害了婢女 所以 他就让一个叫赵凤寿的钟郎 拿这个事情呢 去要挟丞相 当时丞相卫相 要准备八月份举行的祭祀活动 正好不在家里 赵凤寿找到卫相之后 就威胁他 让他放弃对赵广汉的调查 大致意思是啊 现在那大家手里都有把柄了 你别搞我 我也不搞你 不过 卫相没有接受威胁 而且呢 还加紧了对赵广汉的调查 眼看着威胁不行啊 赵广汉就想举报 丞相夫人杀婢女的事情 在举报之前 他还去找太使算了一下 太使说 今年呢 有个大臣要被杀了 然后赵广汉就向汉宣帝举报 说卫相的夫人私自杀死了婢女 之前有人举报 京兆尹赵广汉 汉宣帝呢 就让丞相府和御史机关去调查 现在赵广汉亲自举报 丞相夫人 汉宣帝就又让赵广汉的 京兆尹去调查丞相夫人 在得到汉宣帝的许可之后 赵广汉就立刻带着属下的官吏和士兵 突袭了丞相府 他们把丞相夫人从北堂里抓出来 带到丞相日常办公的正堂 然后让丞相夫人跪着接受审问 最后还从丞相府里带走了十几个奴婢 所谓广汉知事迫切 随自降立足突入丞相府 召其夫人跪停下受辞 收奴婢食余人去 则以杀避世 由于丞相未相 他本人不在丞相府 赵广汉的行动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事后丞相未相给汉宣帝打报告解释了这个事情 他说 我们并没有私自杀死这个婢女 反而是赵广汉他经常犯法 所以才用这个事情来威胁我 汉宣帝就让廷卫来处理这个案件 最后廷卫调查的结果是 丞相确实因为婢女犯错而殴打了她 但是并没有杀人 而是婢女被从丞相府里赶出来之后才自杀的 有了这个结论 在丞相府里担任私职的肖旺之就跟汉宣帝说 赵广汉这是在侮辱大臣 所谓广汉催辱大臣 欲以劫持奉公 逆劫商话 不道 然后汉宣帝就把赵广汉关进了廷卫机关的监狱 关进去之后 又审出来和赵广汉有关的很多罪名 最后他被判了腰斩 在汉宣帝批准这个判决之后 长安有好几万官吏民众到公门外哭着给赵广汉求情 还有人说 反正我活着那对国家也没有什么大用 我愿意替经兆尹去死 所谓 陈生无意陷官 愿待赵经兆死 使得目小民 不过 他们的请求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赵广汉最终还是被腰斩了 对于赵广汉的事迹 这里不做评价 本期要说的是 赵广汉突击丞相府 从里面抓到丞相夫人 还带走了丞相家里十几个奴婢 从这些信息来看 汉代的丞相府 确实是丞相个人的家 因为他的夫人也生活在这里 而丞相府呢 就是一个集成了丞相的家 丞相的办公场所 和各种机关办公场所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